在爱情里,男人越老实,女人就越不喜欢,因为这样的男人不解风情,当然男人也不能太过于油嘴滑舌,因为这样的男人会让女人觉得你不可靠。 在爱情语录里,张爱玲曾说过一句话,男人是以进宫为荣,女人是以后退为荣,所以男人该进宫的时候就要进宫。 男人要懂得用这三个坏坏的小动作,那么女人才会越来越喜欢你。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,变心是本能,忠诚是选择,很开心你能来,不遗憾你走开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心灵奇旅》。 一,男人三个坏坏的小动作,会让女人更加喜欢你,要学会利用。 第一,该动手动脚的时候就要动手动脚。 比方说,你和女朋友出去的时候,一起过马路的时候,或者上电梯的时候,你可以自然地楼下对方的腰。 比方说,对方手冷的时候,或者身体冷的时候,你可以很自然地给他捂手,或者给他披上一件衣服的时候紧紧地拥抱他一下。 有些男人会怕女人觉得反感,但一般女人都不会觉得反感的,因为你想,一个女人,她肯单独跟你出来,那么她心里肯定不是讨厌你的,甚至她还对你有一点好感呢。 所以,当你真正追求女人的时候,该有动作时一定要有。 因为一个小动作会让女人感受到你的爱,那么她也会相应地付出同样的爱给你。 第二,该说情话的时候一定要说。 女人都喜欢男人向她说一些肉麻,或者一些好听的情话,有些人可能会觉得,关系没有确定之前,如果说一些比较露骨的情话,会让对方感觉不喜欢或者觉得你不正经。 其实,在合适的场合,说一些合适的情话是很重要的。 也能让对方内心澎湃的。 比方说,你不在对方身边,对方在晚上觉得孤单的时候,你这时可以对他说一句,我真想紧紧把你抱在怀里。 比方说,对方给你发了一张照片,照片中他穿得比较性感的话,那你就要发一句,不好意思,看照片我冲动了。 当你自己在外面吃饭的时候,发一张菜的照片给他,当他说, 我也好想吃啊,这时你就要回一句,我也好想吃你啊。 所以,男人的一些小动作,会让女人越来越喜欢你的,男人也千万不要吝啬了你的情话,该说,情话的时候一定要说出口。 第三,当女人表现半推半就的时候,一定试着去表达你的欲望。 如果一个女人不喜欢你,她也不会给你这种暧昧的机会,你更不会有这种半推半就的机会。 一旦你们有了单独出去的机会,回来又很晚了,可能大家都喝得有点多,如果对方请你上来做一做的话,你千万别上去了就在那傻傻地玩手机,或者呆呆地喝茶。 而是要尝试一下亲吻或者身体上的亲密接触来表达一下你的欲望。 如果对方接受了你的欲望,也算是皆大欢喜了。 从此以后你们就能正式开始一段美好的恋情了。 如果对方不接受你的话,你也要适可而止。 同时这种表达技可以证明他的魅力所在,也能证明你作为一个男人该有的欲望。 从心理学来判断,男人使用这些坏坏的小动作的话,女人会越来越喜欢你的,因为每个女人都是喜欢有情调懂得浪漫的男人。 但是当女人不接受这些动作时,也不要着急,可能她心里还没有完全接受你。 但是如果你是真心爱她的话,总会有一天打动她的。 除了这些小动作以外,在拥抱时也可以加上一些坏坏的小动作。 二,男人在拥抱时加上三个坏动作,女人会爱你如命。 无论是对于情侣还是夫妻而言,男人对女人一个暖心的拥抱,不仅可以表达男人对女人的真情实感,也有利于女人在内心得到帮助。 可是大家知道吗,如果男人在拥抱女人时,可以加上这几个坏坏的动作,会起到画龙点睛,锦上添花的作用。 而女人在此之后也会爱你如命,那么大家知道这些坏坏的小动作都是什么吗?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。 一,轻扶女人的后背,让她感受到十足的安全感。 其实,一个女人无论多么独立,多么强大,在自己心爱的男人面前,总会展露出自己最为柔软的一面。 而在他们内心的深处,也是希望自己可以被一个男人彻底征服的。 因此,男人在拥抱女人时,一定要学会轻扶她的后背。 这时候拥抱的方式,可以用全方位的拥抱方式,让女人彻底被你拥入怀中,这也会给女人带来无限的安全感。 二,加大拥抱力度,让女人无法挣脱。 不得不说,拥抱的确是一件令人感觉幸福的事。 然而,男人如果在拥抱时,加大了自身的力度,使得女人可以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口,想挣扎都挣扎不了的话,那会令女人感觉,你的男人未瞬间爆棚。 同时,如此近距离地接触,也会令女人直接听到你的心跳声。 而此时,她也会感觉到来自你内心那份切切实实的爱。 三,在拥抱女人的时候,可以非常自然地摸摸她的头。 其实,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? 那就是一个女人无论多么成熟稳重,在她面对自己心爱的男人时,总会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调皮。 因此,男人在拥抱女人时,可以顺便摸摸她的头,这不仅会令女人有种被宠溺的感觉,更是体现了男人对女人的重视与关爱。 总而言之,以上这三个动作,虽然有些坏坏的,但绝对可以令男人将自己对女人的爱发挥到极致。 而当细心的女人体会到你这些动作背后的含义,也会更加地爱你如命。 三,男人要掌握这些小技巧,才能赢得女人的芳心。 有人说,女孩子都是需要男人哄的,但其实并不是所有女孩都需要哄的。 哄也不是对所有女孩都有效的。 等你遇到不用哄的女孩的时候,你就会发现哄女孩并不是值得抱怨的事情。 当那个比你还明白,比你还理性。 能把你那些心思伎俩全看透的姑娘出现时,大部分男人就会开始怀念那些一哄就笑的姑娘。 其实,不是女人喜欢被哄,而是男人也喜欢哄女人,从这个过程中她能得到甜蜜和成就感。 都说,爱撒娇的女孩命最好,因为这样的女人知道,什么时候该无理取闹,什么时候该适当退让,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。 在两性关系里,男人要掌握这些哄女孩的技巧,这样才能赢得对方的芳心。 第一,为她花钱。 男人对爱情需求比女人要强,女人可能会因为男人对她好,感动而选择在一起,但是男人很少会因为感动就在一起。 很多女人需要安全感,需要通过男人来花钱证明自己所需求的安全感。 有些女人说,不给自己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自己。 的确如此,这在某些状况下是正确的。 廖一梅说过一句话,你可以花钱买很多女人捅你睡觉,捅很多很多萍水相逢的女人睡,但你还是孤单一人,谁也不会紧紧地拥抱你,你的身体还是与他人无关。 从心理学上理解就是,炫耀消费只会激发短期求偶动机,要想和女人发展长期关系,靠的还是情感输出。 所以,男人不仅要为女人花钱,还要学会付出关心与照顾。 第二,甜言蜜语不要停。 在人际关系中,男性对温暖性的行为更加敏感,而女性对冷酷性的行为更加敏感。 比如闺蜜之间经常嘻嘻哈哈说好爱你呀,而哥们之间说好爱你呀想想都受不了,就是因为男性对温暖性更为敏感。 再比如男性做错一点事情,一般女性就要一哭二闹,就是因为女性对冷酷性的行为更加敏感。 甜言蜜语本身对女人来说不是必备的,反而女人在听到甜言蜜语时,很清楚地知道,这些都是对方拿来哄她们的话。 但是由于女人们对温暖性的不敏感,甜言蜜语相比于其他的关爱行为,可以让她们更加直接地感受到对方的爱和关注。 所以在任何时候,男人都不能失去说甜言蜜语的能力。 因为女人在任何时候都喜欢听甜言蜜语,喜欢用甜言蜜语给自己带来安全感,以此证明对方还是爱着自己的。 第三,学会倾听。 女人是喜欢诉说的,女人的情绪比较多变,对人对物也极为感性,她们容易与同事,闺蜜,朋友发生一些小矛盾,这时候小情绪产生就想与你诉说。 当然,在很多时候,男人会觉得这些小矛盾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完全不值得计较。 但是,对于女人而言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坎儿,如果她不能把这种情绪发泄出去,那么就很容易表现得不开心,也很容易与你发生口角,以此来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。 所以,作为男人,要懂得学会倾听。 在女人不开心的时候,静静陪在她左右,你不用为此想什么解决的办法,倾听就能让其感受到陪伴的温暖。 而女人的喋喋不休和诉说,也只是为了发泄而已。 其实,感情都是需要经营的,只要男人足够细心和用心,就一定能收获甜甜的爱情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